齿痕可能是脾虚湿气重 中医教您这么治 大家好,我是中医理医生 最近有很多粉丝私信我 自己舌边的牙齿痕特别明显 头发脸上特别爱出油 大便也不成形 感觉自己脾虚湿气重 那问怎么能够去湿呢?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分清 您是寒湿重还是湿热重 或者说寒热都不明显 只是由于脾虚引起的问题 那么如何区分寒湿脾虚和湿热脾虚呢? 那首先说说两者的共同点 两者都表现为吃得少 浮胀、饭后加重、少气懒盐 不爱说话 无论是寒湿脾虚还是湿热脾虚 都感觉身体困重乏力变糖 这两种体质的人都不想喝水 因为身体内本来就有很多水湿在体内 所以这两种体质喝水都比较少 而寒湿体质的人更喜欢喝热水 湿热体质的人喜欢喝凉水 寒湿体质的人面色辉黄 肢体浮肿、小便色轻 湿热体质的人面黄 但色泽鲜明、含有尿黄、皮肤花痒、汗冲而热不解 区分寒湿体质和湿热体质也可以通过舌相来区别 寒湿体质的人舌质往往很白、很润 舌苔厚白、舌边有齿痕 湿热体质的人往往舌质偏红 舌苔黄、厚密 边上有齿痕 当然如果热不是很重的 舌苔的黄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不能一看到白色的舌苔 就断定是寒湿而不是湿热 往往我们更应该注意观察的是 舌苔下面的舌质 是属于白还是红 如果舌质发红那就是热了 如果舌质发白 可以判断一定是寒的 这是主要的区分方法 区分之后寒湿应该怎么调理呢 湿热又该如何调解呢 对于寒湿体质的人来说 我们可以用温阳健脾的李中丸加减 对于湿热的人来说 我们可以在健脾的基础上 用山人汤、清热立湿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寒热都明显 只是脾虚、湿剩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要健脾去湿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湿灵白走散加减 如果病情较轻 也可以用艺人、茯苓、白猪、陈皮、煮水带茶眼 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如果您有脾胃方面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